今天还是不在家做饭了 那个手还是有点那个酸痛 还没有完全好 有点上火了 然后之前我做过这个黄焖鸡 正好在这边发现有一家黄焖鸡店 我们进去尝一下看味道怎么样 要一份黄焖鸡米饭 尝味辣 其实这就很棒了 거기 готов了 他们就会把鸡丸放进去 最后让鸡丸子红瓶 都是一样的 都没有打进去 就会是很棒的 所以我做到那只看到鸡丸子的 nagyon笨 Graham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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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